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在武清体育中心体育馆带来第13届全球运动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四分钟军决赛 北京队马龙对广东的小将周启豪 周启豪今年20岁也是国手 那么曾经在今年的直通比赛当中战胜过马龙 一名惊人也抱过冷门 马龙还是利用他这种严密的控制把这个球打得更加细致 更加严密 如果球打太粗了之后对方可能就会放得更开 搏杀的机会更多 所以马龙就是从控制 反控制 然后正手上手 南河二十九本能智能地 跑 南河二十九处 南河一十五级 南河一十五六五 pin 南河一十五尖def出点 南河一十六五 南河一十五 南河一十五 mile 南 AM 南河一十五年前 现在周启豪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他的进攻需要加强一些力度 因为对男子的运动员来说 比赛当中最关键的就是正手的杀伤力 我们来看一下马龙在暂停之后 这个球的发球有什么样的变化 高抛 抢拉斜线 这就是经验 关键的时刻第一是感变 第二是变完之后下面技术的衔接是有套路的 只要是感变 对方都会有一些惧怕 反手拧拉 马龙现在虽然领先 但是这局呢 开局这种势头非常好 延续了前两局胜利的这样一个优势 但这几分球马龙稍稍处理的 偏稳了一点 这个球周启豪还是有一些侥幸 跟马龙这种级别的选手打 只要有机会上手 一定注意质量 这种轻轻拉起来的球啊 马龙的这种反拉是全世界选手当中 最有把握 是最过硬的运动人 即使10比10 关键的比分 马龙照样能够反拉成功 因为他的整个动作 他是有空间的 这样11比9 马龙3比0战胜了小将周启豪 为北京男队扳回一分 北京和广东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 现在前两盘打成了1比1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在 武清 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为您带来 第13届全会男团四分之一 现在北京对广东 男子团里四分之一决赛 已经打到了第四场的单打 前三场是广东男队2比1领先 第四场呢是由北京的马龙 对广东的林高远 这也是双方一号 一单主力的较量 马龙今天的对手林高远 他是左手横我球拍打法 就右手对左手打的时候 首先要盯住落点 盯住几条线路 就是刚才马龙的反手位置没有盯住 没盯住以后就出现了这种 侧切啊 退到中台啊 这都是被动的一个打法 这个球 我们看到 林高远呢是用拧拉技术 但是马龙比他更先进 马龙的反手起手更高 啊反思林高远的正手大脚 三比 哎呀漂亮 马龙调打直线 啊 这个球相当于推挑 抹过去 抹到对方的空档 第二局 马龙是前面中局 一直领先 后面对被林高远追上之后 啊还能够坚持坚定 啊最后 拿下了第二局 那接下来我想 马龙啊肯定要把这个场面 把整个技战术完全的激活 打得活跃起来 控短 侧切 机会机会 马龙控短 然后反手侧切了一板 这个球侧切不是被动侧切 切出了旋转和质量 那么第四盘 也就是北京男队依靠马龙 希望马龙能够拿两分 这是马龙的第二场单打 第一场马龙先战胜周启豪 第二场 对林高远现在打到了决胜局 我们也看到小将林高远 在经历了杜塞尔多夫视频赛之后啊 这几个月的时间 林高远 确实有一个明显的 很大的一个进步 发挥呢也比以前 更加稳定 这样十一比四 三比二 林高远战胜了马龙 而广东南队 第三比一 大比分战胜了北京队 晋级到了男子团体的四强 其实今天马龙我觉得 非常的尽力 可以说崔拜优荣 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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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 谢谢观看